白衣男隨地亂丟垃圾 下一秒闖到路中央 朝代轉區的機車騎士 來一個高飛踢 這一串騎士嚇壞了 圓景目擊這一刻 油門一催上前關切 白衣男情緒激動 圓景請他出示證件 他竟然開口問 不乖乖配合 酒醉男子還出手推擠 拔掉圓景胸前挂的 密錄器甩在地上 在阻止過程中 他就有點酒醉瘋狂了 然後想說他有攻擊上巡尾 要對他實施管束 在跟他對談的構成中 他就突然拔我的密錄器 摔在地上 拔起來摔在地上這樣子 就直接把他壓制在地上 先帶回鎖 看到有人隨機攻擊路邊騎士 31歲原警李柏偉 立刻將人逮捕 當天早上7點多 騎車出來巡邏 就是在台北市東區抓酒駕 沒想到作為搜證的密錄器 竟然被嫌犯拔下來還摔壞 雖然每一位警察都有 攻發的密錄器 但部分原警為了加強知情安全 會自掏腰包 添購功能更多 電池續航力更強的來自爆 知情中會突發 遇到很多不同的狀況 突發性的遇到狀況的時候 再按就來不及了 所以可能就是有 買那種密錄器 是可以有預製功能的 例如可以預製 30秒左右的影像的時候 那是最好的 31歲原警李柏偉 輔大數學系畢業之後 在高雄林雅分局服替代役 也就是在那個時候燃起了警察夢 希望能穿上警察制服取締步伐 退伍之後努力圓夢 如今成了抓酒駕高手 這回逮捕隨機攻擊又襲警的男子 酒醉路人清洗之後 不斷盜竊也達成和解 但是妨害公務的刑責 還是得乖乖承擔 TVBS新聞我覺得有一些 太不想到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